这边指的是中国和日本的过去的一些恩仇啊 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是这个抗战的胜利的70周年 二战时期的胜利的70周年 中国那边也都宣誓了会要做一个盛大的一个阅兵的典礼来纪念这个日子 那对于战败国日本来说呢 不去参加保持低调做不到 他们要怎么做 他们决定要来拼场 也决定要在10月的时候来一个海上的阅军舰的仪式 就是要跟中国硬到底就对了吗 当然这个部分来说这个新闻这个时候一出啊 大家当然自然而言一定会这样想啊 这个方向来看 但其实倒是说真的 如果我们长期在观察这个日本的自卫队的动态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今年海上自卫队要办官越士 是他们每一年每三年例行一次 例行工作 那过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海上自卫队他们在成军以后 他们延期了过去帝国海军的这个传统 帝国海军从大概明治时期 就开始在办这个海上的这个关键事 那后来那个甚至于在那个日本的黄继 2600年了 也就1940年的时候 还特别非常盛大的办理一次帝国海军的大的关键事 对那个时候什么战舰 长门战舰 终终终开出来 对但后来那些船通通都在太平洋各地的这个海底 那那个后来那个战争结束海上那个海军就结那个等于说解编 但是呢从日本他们重新设立这个智慧队以后 他们呢也经过了几年之后 他们又重新恢复这个传统 从大概昭和31年开始 每三年办一次这个关键事 所以呢大概近几年来 西元2000年 2003年 2006 2009 2002 都每隔三年固定办一次关键事 海上智慧队办关键事 其实在海上智慧队来讲 是一件非常盛大的事情 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是例行的嘛 那例行的时候是由谁来担任呢 就会由就是当年的这个内阁总理大臣来担任大约官 那他会站在这个所谓的官越舰上 海上智慧队他会由那个一艘的这个官越先导舰 然后一艘官越舰 通常每一年的这个官越舰就由就是横须贺护卫群的 那个直升机护卫舰来担任 不过今年呢 横须贺护卫群最新的护卫 那个直升机护卫舰是那个初云浩 初云浩太大了 不太适合 这么新的东西啊 他不会要站上去吧 我觉得他不会站上去 但是我刚刚讲这个海上智慧队官越是怎么办呢 他其实我刚刚讲就是由官越先导舰 官越舰加上官越附属舰队 那个加海他们有大概十四条船左右 组成一个官越舰队 然后这个官越舰队呢 会跟那个寿越舰队 他们在海上 他们是一个完全一个海上操演 就是官越舰队从横须贺港 庚金港 横滨港 东京港等等 出港以后 在那个赖户内海集合 然后然后变成那个两个重列开始忘节 那其实海上智慧队还有其他的舰艇 会组成一个叫做寿教舰队 也就是这个寿教舰队很长哦 从海上智慧队的这个 智慧队旗舰 然后开始包括各种级别的船 会排成一列非常长的一列 这会太壮观 光听你讲的这样 看下去很壮观的样子 雄伟我跟你讲 我去了世界非常非常壮观 你知道两个舰队在海上交汇的时候 你就看到远远的寿教业舰队 就从对面的那个 大概从热海 三岛那个方向开过来 一直在向摩湾嘛 然后整整一长条 大概十几二十条军舰哦 那我们的官越舰队 也有大概十几条军舰 两边加起来大概会有四几条 你看就像现在 那个画面上大家看到的 官越舰队跟寿教舰队 在海上交汇通过 然后通过以后呢 接下来那个寿教越的舰队 跟官越舰队 都会在海上实施一个 180度的回转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个官越附属舰队就靠上来 然后那个寿教越舰队 就会展现一个叫做训练展示科目 他们会开炮 然后会这个执行这个直升机的起降 然后还会打那个热焰弹 跟干扰师 然后让整个来那个看的那个观众 然后体验到海上自卫队的精良 而且海上自卫队 他们办这个关键事 不是说军人们自己关起门来办办就算了 他们其实在那之前 就会开始在网路上 然后去跟大家说 你可以在宣传 对你可以寄明信片 到海上自卫队的那个总监部 然后来干嘛 来抽船票 船票抽签 你在抽中的这个船票 你就可以到那个指定的码头 去搭上这个军舰 所以你看哦 这上面你看旁边好多好多人 对不对 都是日本的那些民众 然后上去来参观的 就是抽签抽中 就可以上去参观 那当然中国大陆来说 今年来说 其实因为是抗战胜利70周年 所以他当然也要做一些 特别是在中日之间 因为钓鱼台的问题 两边其实一直是长期以往 是在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那中国大陆当然也要借由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 来办个阅兵 来建立一下 跟强化一下这个战胜国的这个形象 所以这个两边在今年之中 我想到了下半年 还会为了这个阅兵 还有关越市 还有的桥 还会吵很久的样子 但我们看到了中日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当然